要是有机会能见到自己的后代 你会想要跟她说些什么呢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丽 今天要讲的电影时空访客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伯爵要来迎娶美丽的公主 国王十分宠爱这唯一的女儿 于是在女儿新婚这天 国王正式宣布自己退休了 把女儿连同整座城堡都托付给伯爵 却没想到在宴会上 伯爵被奸人迫害 喝下了有毒的小杯酒 中了幻觉的伯爵 看着身边的人都变成了魔鬼 甚至还有个满脸蛇蟹的金角大王 说时迟那时快 一脚过去刺杀了恶魔 幻象消失后 公主露出了本来的样貌 就这样伯爵失手杀死了公主 国王勃然大怒 将她关进了地牢 他赶忙让忠诚的仆人 找来了老巫师艾克 希望能复活自己的妻子 可老艾克说 我只能让你回到过去 你就可以在出世前救下你的妻子 结果艾克却老眼横花抓错了药 把仆人和伯爵送来了一千年以后 等到伯爵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城堡正在被人参观 他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当他看到一堆铁架组装的东西 唱着歌时来 他沉着冷静 不惊慌地砸烂了车子 直到确认车子没有了呼吸才离开 很快警察就把他们当作小偷抓了起来 然后连续了博物馆的主人 朱利亚 伯爵见到朱利亚后 情绪十分激动 毕竟他跟自己的老婆长得一样 仆人喊着主人主人地 亲吻着他的举 朱利亚一脸懵逼地说他们认错人了 警察刚准备暴力执法 伯爵喊出的一句勇者无敌 唤醒了朱利亚的记忆 勇者无敌是朱利亚家族的座右铭 朱利亚马上与警察解释 这人是自己的哥哥 猛然想起在一次意外中 哥哥失踪了 所以自己继承了这城堡和财产 虽然这个人举止奇怪 但应该是13多年的哥哥 这边伯爵在日历上发现 自己来到了2000年 也就是朱利亚并不是自己的爱人 是自己第13代的后人 朱利亚拨通了男友的电话 简单地解释了哥哥 还活着这个突发事件后 男友就离开小情人那边 赶来警察局接伯爵回家 第一次坐上轿车的伯爵 在惊人的22麦的车速下 有了云车反应 伴随着后车的鸣笛和漫马 等到家后 太阳都下山了 朱利亚随手打开灯 两人却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第一次拥有掌控百重能力的伯爵 感到十番新奇 把玩着灯的开关 让朱利亚觉得自己身处地厅 一番试探后 仆人把家里造得凌乱不堪 不过朱利亚是个很温柔的女人 不光替伯爵说话 还带他们洗澡 男友上楼却发现 两个人围坐在马桶边上 他称呼朱利亚 你的法国亲戚正在用马桶洗澡 朱利亚连忙教会他俩用浴缸洗澡 朱利亚离开后 不知道两人做饭了天 仆人把价值2000美金的香水当酒畅饮 还把牙膏当糖吃 沐浴结束后 伯爵很欣慰地发现 自己的子孙没有偷懒 家谱上竟然世世代代那么多人 朱利亚盛装打扮了一番 一家人去高级餐厅就餐 伯爵大口吃掉排骨上的肉 随手把剩下的骨头扔给坐在地上的蒲然 在别人异样的眼光中 朱利亚拜托伯爵让蒲然上桌上用餐 没吃两口 蒲然就跑去男厕所 品尝了小便吃的空气精华草 又在厨房投了一整只生机放到壁炉上烤 不过并没有影响男友在这边侃侃而谈 他想要卖掉朱利亚的城堡 伯爵不屑地说 你无法替朱利亚做任何决定 也不能代表亚马特家族说话 更不应该打断这位小姐说话 伯爵的这一波言行上的三连机 像一个父亲一样温暖了朱利亚 回家后 他们刚准备休息 伯爵和仆任看到了电视机上 正在表演节目的人 他悲伤地告诉朱利亚 自己砸烂了电视也没能救出这个小河里的人 就在我以为 剧情要往穿越而来的霸道祖宗 爱上我的方向发展时 伯爵终于开始着急寻找艾克 因为如果 不会到过去和公主生子 也就不会有后代朱利亚了 这时 邻居家的保姆被欺负了 仆人站出来保护了他 还逼迫雇主亲吻保姆的脚背 伯爵为了给雇主赔罪 把仆人托付给了保姆 与此同时 老艾克已经穿越来了这边 好巧不巧 伯爵在宾馆的窗户 看到了正在研制魔药的老艾克 老艾克承诺 今天下午就把伯爵送回去 伯爵猛然想起 自己随身携带的小仆人还在邻居家 就准备回去接她一起走 可这边小仆人正在沐浴着爱河 用从那边带回来的古董换钱 跟保姆滑田酒地 在夜店 他还见到了朱利亚男友和小情人 男友谎称 这是他的妹妹 快速拉走了小情人 可没想到慌乱间 小情人的钱包掉在了地上 仆人贴心地捡起来 想着拿回家让朱利亚转交也一样 回到家后 他听到伯爵要带她一起走 他拒绝了伯爵 仆人希望和保姆留在这边生活 临走前 他归还了小情人的钱包 朱利亚看到钱包立刻明白了 自己的家早就变成了绿油油的青青草原 男友还不死心地说着 早就采集了伯爵的指纹 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朱利亚的哥哥 而且已经报警了 门外这时 响起警笔声 老艾克带着调制好的模样 告知伯爵我们必须回到 刚穿越来的那个地方 才能再回到过去 于是他们三个人匆忙赶往了博物馆 伯爵跟朱利亚道别后 喝下了魔药回到了自己的年代 然后在老艾克的帮助下 穿越到了宴会刚开始的时候 救下了公主 而这边的朱利亚 在经历过伯爵的照顾后 也变得更加勇敢 放弃了变卖城堡这个想法 甚至还遇到了自己的真爱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遇到伯爵之前 朱利亚摒弃了家族的信念 做什么事情都唯唯诺诺 甚至有时候十分依赖 她的男友被她欺骗 直到后来她祖先的出现 让她重新做到了勇者无敌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